就刚刚一点钟的时候 就消息传出来 但是刚刚正好赌王的女儿 何超雄她也是 跟她们所有的家人 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的 养合医院门口已经就是 其实我们在其他新闻台 大家可能已经可以看到 看看我们后面 能不能给到一点画面 让大家看看 当时在养合的门口 其实也是正式回应了 就等于是确认赌王逝世的消息 说是发生在今天下午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个股市是很特别的 股市在下午开盘以后 就非常明显地看到 赌王相关股份 集体异动 信德系 其实也不止赌王相关股份 澳门股也都是事 整体奥门板块都出现这个情况 没错 没错 这个我刚刚看 这个包括何超雄她也说 就是要意识到赌王在生前 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 希望他就是可以安息吧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要说回股份了 股份方面蛮特别的 就是为什么说赌王的事实 可以令到澳门股的这个异动 主要是往上面走的呢 这个我想逻辑可能就跟那个大家想象可能不一样 因为你发现就赌王这次次次了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赌王这次之前 其实偶尔也会传出可能就病重或者什么样子 昨天还否认 对 昨天还否认 但是我们看到之前几次都有类似的状况 就是传出他病重 而且你们看到就是那个奥伯西的股份 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异动 这个可能跟赌王就过去十年以来 可能就一直以来就身体不是太好 可能就也管理不了 就他那么庞大的一个家族的一个生意 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就赌王的家族 就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各方面 也是人数也挺多的 所以就关于他们家产往后会怎么分 这方面可能就大家也比较关注 而且关注他分了以后 就往后的发展会怎么样 而且一直以来可能就大家都传出去 各方人之间对于公司的管理策略 或者是未来发展会有一些意见出来 因为我以为之前算是已经分好了 但是你觉得还会有按钮 分是分好了 但问题是没有把每一方的产业分开 就是比如说最大的欺欠就奥博 奥博里面几乎就每一方人都有利益在里面 所以就赌王在的时候 可能就大家表面上可能就会打成共识 各方面 但是这个情况可能就对于公司发展 就那个方向会比较模糊 但是如果是赌王不在的话 可能就这方面的发展 各方面可能会清晰一点点 所以大家觉得就无论是他们的期间 就奥博也好 或是今天生的最多的一次 是信德吗 对就是信德 信德的话就可能是比较特殊一点点 因为信德其实长期大家觉得 它的估值都是很偏低 因为你看到它的boot value 它的净资产值是值12块以上的港币就没股 但是今天剩了那么多才3块多 所以它对于股价对于净资产有一个比较大的 这样的原因就是大家觉得它之前的发展就很平淡 但的确它持有的那些资产物业就主要都是物业吧 它的净资产值的价格的 所以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可能这个过程有机会会加速 所以就大概一拳出来 在这个消息以后就立刻反映最大的就是这一支的信德 就我听明白这个意思了 不是说之前赌王没有做部署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看到它在相关的股权方面的 这个几家都相对平衡的部署吧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接下来这个所谓的定海神针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这个一旦离开了 接下来会不会有分家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甚至是股权上面在做更清晰的划分 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个相关的信德系 或者说是赌王相关的一些股份 出现一个飙升的情况 蛮有意思的是 其实澳门股今天也有其他方面的消息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论证 有报告就包括像是富瑞那一边 就预计说澳门的旅游签证 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数周内放宽 有这样的憧憬 那就应该是觉得说 比香港这边放宽的时间表会不会更提早一点呢 另外就认为说是博彩股觉得说估值还是见底 其实我在讲博彩股估值是见底吗 不是已经算是反弹 其实你看到博彩股如果从它的股价走势来看的话 的确它是反弹最早的一批 所以就如果是这个 就澳门跟内地的关口就重新互通的话 我觉得就大概就已经到价 因为大家都觉得就等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就破例 所以我们所说的那个称好消息出破 所以就如果这个消息是证实或是澳门的特殊政府 会公布这样的消息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差不多都要获利离场的时机了 你刚刚说到就是澳门股如果一般意义上来说呢已经是反弹过了 所以要获利离场 但是您刚刚也提到包括信德 其实包括奥伯880 他们其实今天股价都是有一个极深的一个状态在这边的 而且都是创了一个月以上的一些高位 他们是属于如果跟赌王家族有关的这些股份 是不是要走另外一个逻辑 跟赌王家族有关的股份 就今天是多了一个理由去上涨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消息就跨新上面的话 其实有机会比如说奥伯来说的话 其实他880 880如果就单纯的因为复官的消息 可能他今天就跟随其他的升幅 差不多甚至可能就升幅要低一点 要少一些平时也是这样 正常来说奥伯大约觉得他相对其他的 就赌起的话有一个折扬 所以就别人如果是涨4%的话 他可能涨3%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价格进去的话 大概他今天升幅可能是8块6 8块7左右 但是你看到现在就接近那个9块钱的位置 所以就加上了就刚才所说的就特殊的一个原因 如果这个原因继续发酵 或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 其实他有机会挑战一下 可能就下跌之前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9块半以上这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说其实他这边你真的是觉得说市场上面有可能还会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不会说一天就把这样的包括家产方面的一些憧憬这么快就把它就是下去 包括大家会联想到其他的一些本地的一些家族的企业的股份 遇到这样所谓的大妈撒就是过世什么的 好像都会对于新的管理层或者新的一些动静有憧憬 股价未必是升一天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因为一般之前其实也出过类似的状况 比如说像有很多已经上市好久的企业 以家族为主的可能就家族里面某个长辈可能去世以后的话 大家就憧憬可能就企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 就大家最憧憬或者是最乐意见到 可能就是内容企业会出现一个卖盘的情况出现 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憧憬一般来说可能会炒两三天 就很少可以第一天就炒完 除非那一天的升幅实在是过大 但是你看到无论是奥博或是其他的股份的话 现在的那个升幅也不是特别明显 奥博的话它其实它今天只是比其他的博彩股 就多升几个百分点 你看到其他都升4%左右的 信德的话的确那个升幅就有点大 就刚才升了20%这样的 但是你要注意其实它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这件事情 其实它的跌幅其实也很大的 所以如果是两个事情就跌合起来 其实它也是有一个阿门股的特性 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资产各方面 其实都是在阿门的 如果是复博或是赌业起来的话 它同样也会受亏 所以两个因素叠加的话 我觉得这几次就赌完系列相关的股份 有机会多升一两天 那我问一个就是可能有点冒险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已经升起来了 而且比如说刚刚您讲到的信德升幅 已经有一成九之多 我们作为一般的散户 在这样的消息层面上面 有任何追入的意义吗 你说大住最后在现在这个时间的话 就没有太大必要 如果你说小住的话 其实现在这个位置进入其实也可以 不过是你本来就已经有一个基本住的话 可能就在这个价位里面 加一点点注码上去其实也可以 但是这个可能就走一两天的一个短线 就觉得这个消息或是这个憧憬 有机会发酵多一两天的话 比如说就澳博的话 有机会如果是冲上那个九块半的时候 就这位置可能是一个短期的一点目标 好 那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如果要就是玩这个概念的话 基本上也是一个非常短炒的一个概念所在 尤其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嘉宾其实就已经提醒到 大家对于这个澳门股 所谓的疫情复苏的概念的反弹 其实已经是吵了一段时间了 大家要留意各种风险 那其中有一个报告很有意思 是花旗那一边的 他说留意到非常罕有的一个情况 就是澳门算下来 本月的前24日的毒收 花旗经常会update一下这个毒收的情况 然后他就说 他说竟然比前14天要来的少 就我们都以为收入不是应该就是 一直在增长的一个情况吗 然后他发现不是这样的情况 24天反而比14天少了1.8亿 如果日均来看的话 相当于上周的日均的收益 是负的2500万 那他也解释了 说是主要是因为VIP那边的业务 拖累所致 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他有一个赢的那个比率的嘛 就等于是赌场相对那个赌客 就可能输给赌客的钱更多一些 可以这样理解吗 不是 其实这个是 就整体的一个博 整体的一个博彩收益 所以当然跟那个运位会有关系 因为这个跟运气会有关系 就有时候运 这样说运气从来都是在赌场这一边的 就是内持了运气高一点还是低一点点 因为任何情况底下 你都很难就这样赌场亏钱的 如果是在赌博这方面的话 但经营商当然 但是他当然可以亏钱 就如果是其他的固定的支出大的话 他有机会亏钱 但是单纯在赌博上面 他们上面的话作为专家就赌场的话 他是不可能亏几钱的 所以就如果是偶尔出现一个高二弟弟的话 就除了就赌了人多少以外 或是赌了筑马多少以外的话 另外那个温位就是那个生存率 其实也有一点关系存在 另外我觉得就可能就 这个17天就相对于上个月 会有一个减宽的原因 可能是跟就同一批人在澳门 就停留太久了 所以就赌的热情 其实已经慢慢的冷却 因为到现在为止 虽然就澳门是部分的副官 但是可以到澳门的 基本上都不是赌客 不是旅客 过去的都是工作的 所以就实际上的 他的客源没有完全 恢复的情况底下的话 他只是保留本来 已经待在澳门那些 可以是澳门本地的居民 可以是疫情之前就已经去了澳门 就待在澳门赌场里面 就偶尔下去赌一下 偶尔下去赌一下 但是停留在同一个 那么小的地方 那么多个月的话 其实就人都好像有点颓废了 所以可能就愿意付出的 那个注码或是愿意去赌的 那个金额就会慢慢的减少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的话 就相对之前那个赌收有所下滑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而且这个如果是相对于 就疫情之前那个巨额的博彩收益 跟那个如果通关以后的 那个博彩收益来一说的话 这个高高低低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尤其是现在因为是在说的是 没有通关的一个数额 而且很多人就像你所说的 根本就是关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 也出不去 是不是还有这么高的一个性质 所以说我们再来看一下 五月份到时候整体的 那个赌收的一个预测 我们也可以到时候等数据 继续的出来以后 再跟大家一起来跟进 时间先是去一下广告吧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一下 汇丰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